平安 欢迎收看好消息 国度瞭望 我是陈凯莉 卓越寻道会从2010年开始在新北三峡区开拓教会 就学习韩国民生长老教会的陈岛 明天清晨带领会友读经祷告 12年来持守不间断 不仅个人生命被造就 教会也稳固建造 成为千人教会 并且在台北大学 桃园 中立青浦 以及台北市共开拓五间堂会 虽然这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 调整为线上陈岛 但透过网路反而吸引了国内外华人加入 疫情缓解后 实体线上并行 陈岛人数倍增 几乎每一天都突破了千人 清晨的祷告是一个非常有恩高的 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聚会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玛纳是清晨才有的 太阳一出现就不见了 所以这段时间是特别的重要 所以我们就是很单纯的相信 我们清晨早上起来要领受神的话语 可牧神的心是神喜悦的 当我们愿意清晨来祷告寻求神 神就必指引我们的路 我相信每一个教会都有神独特的计划 唯有当我们清晨来领受神 祂给我们带领的时候 我们才会走在对的方向 而牧者每天早晨能够教导神的话 也是对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 一个非常重要的建造 我相信那个所带来的体质的一种的成长 也是完全不同的 卓越寻道会不只推动 陈岛12年不间断 更回应台湾所面临的两岸关系 疫情地震和经济通膨的震动 发起关键100进食陈岛运动 串联全台湾跨宗派教会 从去年9月底持续100天 用祷告守护台湾 卓越行道会发起关键100进食陈岛 从2022年9月23号开始 每天传讲神的话语 为国家重要议题祷告 有65间跨宗派教会同步连线 也有来自200多间教会弟兄姐妹 将近3000人参与 12月31号第100天聚集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陈林彦夫妇分享了陈岛的领受 我这个参与政治20几年的人 我都觉得最后答案就是在神手上 就是只有祷告能解决 那也唯有从教会苏醒 人心苏醒 我觉得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政治才有希望才有胖胖 谢谢 我想这100天神让我们都学了很多的功课 也让众教会在这100天的里面 能够深深的去体会到清晨 把圣殿的门打开 让我们能够筑起那祷告的祭坛 对教会有多么大的祝福 对个人有多么大的祝福 还有对国家社会也看见极大的影响力 所以这是一个清晨的祷告复兴的运动 关键100成岛期间 卓越行道会团队还外展到宜兰投城 与当地教会连结举办 东方不败敬拜赞美特会 甚至拆牌会友前进荒废20年重启的 云林陡南石规系教会 以实际行动支持和陪伴 弟兄姐妹请朝而出 都没有忘记十规系教会 大老远的来到云林陡南 只为了陪我们夫妇一起祷告 其中也成就了一件美事 刚刚看到的一位非常姐妹的阿嬷 因此受洗归入主命 在这100天中 教会有两位从不同地方 来到这里定居的姐妹 开始稳定聚会 并愿意在这里深耕沉住 成为我们教会的同工 祷告的力量无远福建 参与其中的偏乡教会 同感一灵 感受到上帝的眷顾 你们是不是在我们这边装监视器 每到我们遇到困难 你们就在台上解决我们的困难 谢谢你们还有团队们 因为有你们我们在这个乡下 得以坚持 不觉得无端 让我们大家一起继续 走着清晨的祷告祭坛 为神的国坚持 直到主带来的日子永不妥协 阿们 成岛祭坛带给众教会 云彩般的见证 不仅聚会人数增加 并得医治 年轻人也被眺望 可慕神的话语早早起来祷告 也让年轻人真的看到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他们也在祷告当中经历神 在祷告当中感受到被圣灵充满 最重要的是在祷告当中 他们可以看见他们人生的方向 还有在很多的问题当中 他们找到解决的路 所以我也相信在这当中 也兴起许多的年轻人 开始起来在早上的时候来祷告 生活作息要更规律一点 然后更警醒 关键100成岛只是开始 卓越行道会盼望 借此点燃祷告的火 邀请众教会清晨打开教堂 兴起成岛祭坛 让教会挤满成岛的圣徒 同心守护台湾兴旺福音 以上是GU-TV新闻中心新北采访报道 云林位在江南平原最北端 以农业发展为主 也是整座岛的大粮昌 它的开垦是早在400年前大航海时代 严思奇带着子弟兵 在云林北港水林落地生根 除了经济贸易发展 也带进传统民间信仰的盛行 尽管在这里传福音的挑战重重 但上帝仍然呼召许多带导者 默默申根云林 向来台湾近40年的 何马可宣教士赋 从台一线和台十九线出发 长期为西海岸走岛 而近几年 台湾众教会开始前进支援 无论是重启教会 建立社福机构 职场宣教 都可以看见云林的福音工作 正在开展 2010年那段时间的走岛 其实就是启发 因为从马可牧师 他们到台湾来 做这些的宣导 那对我来讲就是开了远见 那我知道说 在祖林当中不是 单顾自己的事 而是应该更宽广走出去 跟更多的教育 做一些连接 我感谢神 我看见前段时间里面 虽然有一些的 种子种下去了 有点的名牙了 这一票的弟兄姐妹 一直一直就不断地从北部 或是从不同地方回到 与你这个地方来关心 这块土地的福音的工作 所以他们从去年开始 他们有一个期待 就是做走岛 我们知道整个走岛里面 是唤起了带导者 更多教会的带导者被兴起 看见教会之间 也开始有一些更多的开门 特别弟兄姐妹之间 能够在带导者的份上 能够尽自己应该尽这些责任 那教部之间 我们也知道 就是在整个跨教派当中 都能够看见更多的 这些和好的现象 因着众人的摆上 促成了云林走岛的开始 也在上帝的带领下 南北教会携手同行 与云林的弟兄姐妹 在一年内完成了20个乡镇 16次的走岛 由云林牧者联导会 云林福音使命团 及云林祷告店联合主办 2022年在云林县20个乡镇 进行了16次祝福走岛旅程 从一个人开始到最后一站 有60位来自各地带导者聚集斗六 一起见证上帝在云林做了奇妙的事 过去三年确实我一个人 可是在今年就不是我一个人 从台湾各地 大家来带着各样的恩赐 来投入在云林这个地方来走岛 所以对我来讲 就是真实地经历在神这个话的理念 让我更相信在云林这个土地上面 神就真的是要做这个大事 可是神的工作总是透过人 譬如说走岛 我觉得没有光明 这个事情是不会成的 因为神跟光明说话 叫他起来撞横走遍这地 所以他也做了 然后就看见结果 那我看见这个人 我就说我要跟你一起去走岛 云林祝福走岛的足迹 遍及教会 政府机关 历史遗迹 社福单位 路程中也会分享各乡镇的历史背景与环境 跟在地牧者连结 深入了解福音合场的需要 众人也在一起敬拜祷告中 更深底确信 上帝的爱已就厚厚复辟 云林这块土地 走岛的时候让我 尤其是第一次 那个应该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那个古坑一个赚逃坑 七十年前神就拆派一个宣教师 苗栗的客家人来这里设这个教会 我就赞叹神的主委就说 哇 这每一个小地方 他都有他爱的足迹 云林位于台湾腰部 分据佐水洗测 因此在斗六进行最后一次走岛时 特别邀请县长秘书随行 有位县府团队来祷告 更前往斗六棒球场 为着可以举办万人步道来宣告 相信云林复兴的领导 也将带来台湾更大的复兴 以上是GOOTV新闻中心 云林采访报导 邀请您与云林众教会一同站立 更多的关心西海岸的福音工作 不只关注各地祷告脉动 接下来也带您来认识 以专业技能在职场发光的见证 专利给每个人独特的恩赐 可以用来服侍他 在民俗记忆里成仁德 一位波拉棒的教练 无视自通他 靠着信仰的力量 带着学生拿下一场场的冠军 而文人赞叹的是 还有他的吸管造型艺术 他说这些才华 必须用在需要的地方 才可以显出价值 流利的身手摆动棍棒 这群台北蓝牙国小的学生 用民俗体育波拉棒打响了名号 每年参加全国赛几乎都包下了团体 双人个人三料冠军 这背后有着一位灵魂人物 成仁德老师 一位用传统艺术荣耀主名的竹梦者 一 二 三 好看啊 年轻的时候比较疯 就是我儿子就说 一点多了 你在客厅一直练一直练的 满身汗 没有办法最近就是要 多一点招式给小小朋友 你还要在上面听这个东西 你不怕摔倒 你还 这算了 你还怕它桌子上面听 这位来自花莲阿美族的成仁德 年轻时期就莫名对传统记忆 深深着迷 他说他觉得这是上帝给他的恩赐 常常彻夜研究一套套的招式 想在传承艺术里演绎出信仰 能不能把自己的武器多一点 跟他们去打仗 走位 抛街 跳皮 这个东西 像要劈腿都来了 所以说我跟小朋友说 这个都是专场 是兴趣 运动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 未来你可以到各个学校去当教练 走后进去考街头艺人都可以 吸管随手一来就变身成各种造型 穿上了另一个身份 陈仁德也是台湾第一位推广吸管造型艺术的工作者 出版过两本吸管造型 白宝箱 曾用回收的吸管 编织出记忆中部落里的一朵小花 甚至大到一座景观 都难不倒他 这样的记忆成仁德 也发现特别可以吸引到 年龄层偏低的小小孩 体会到上帝让自己有如此才华的背后 原来就是要去服侍需要的人 我比较喜欢是到每一些需要的角落去 所以我找到各大医院 来自儿童病房 教习馆 教化 医务院 养老院都去 所以我发现那边才是真正需要 就是觉得神在我身上 祂的定义我已经很清楚 在陪伴小病人的过程中 深刻体会到信仰更需要及时的传递 自认着口笨蛇的成仁德 更多的在教会里开设课程 让才艺成为一种媒介 成为领人信主的垫脚石 神给我这个东西去陪伴他们 希望也是跟 也是可以接触他们的 可以跟他们的心 联心 这个一种touch 我们跟他的互动会更接近 赵明可以为建筑点缀风华 但也可能变成画舍天族 曾经荣获业界堪称 赵明借奥斯卡奖的设计大事 袁宗南 引用圣经上帝说 要有光就有光的启示 在他设计的路上不违反上帝的词曲 设计没有妥协的余地 因为你一妥协 可能光害就造成 可能人员就浪费 可能天空再也看不到星星 台湾首位取得堪称 赵明借奥斯卡的 IALD赵明设计奖的袁宗南 从北京奥运 上海世界博览会 台湾馆 古服纪念馆 到台南运河等 数百件的作品横跨十多个国家 以人为本 照顾环境的照明设计 源自于上帝说 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启示 所谓的照明 绝对你要去思考 你使用人的心理 空间 性质是什么 比如说饭店为什么是暖色系 办公室就是日出的颜色 就是我们那种探照灯白白的 对 就是要让你工作 努力工作 所以我才忽然发觉 原来上帝的光 它其实是有目的的 早上白色的光 就是要日出而作 让人们知道你要心情的工作 日落它就会变黄 变橘 变红 因为你就知道要该休息了 可是我们的科技发展得太快 有了照明以后 人类迷失了方向 不晓得要休息 按照上帝的次序 带领团队六日不加班 提倡要回归家庭时光 原众来说每一个案子 都当成是上帝的呼召 以信仰的基底堆叠出 专业的发挥 致力在设计里 不违反上帝创造世界的行义 那上帝祂创造了这个世界 万物 整个宇宙 祂一定有祂的规律存在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 你心中如果没有信仰 你就会以你的科学 无止境的 最后造就了侵略的自然 自然的反扑 我举个例子 日光灯管 你师傅把它敲掉以后 丢到哪里你不知道 可是里面有拱有隔 它也没办法回收 如果打破了以后 那个土地稻米长 五百年长不出来 草都长不出来 因为隔污染事件 拱污染事件 那个都是重金属 都在灯管里头 可是没有人知道 在访问的过程中 原中男星星念念的是 光要如何 更使用的恰到好处 在照明世界 回应上帝的呼召 白色的光昆虫就容易飞而扑火 可是你看隧道的灯 为什么都是金黄色 因为是昆虫的家 挖隧道一定要用黄色 橘色的灯 昆虫看到机会只有15% 所以它就不会聚集 你就不会发生车祸 你会发觉每一个案子 你都可以恰到好处地掌握 该亮的时候亮 不该亮的时候不亮 这不就是召唤吗 我一直觉得这种使命感 莫名其妙它就呈现出来了 一路在专业的路上 体会圣经的真理 所有这样的看见 都是上帝给的恩宠 他也会继续在照明的路上坚持 用上帝的视角 照亮你我的家园 各离的职人都在用专业的领域 让人遇见主 迎接2023年 在两厅院广场 有一场特别的跨年活动 首度由教会机构联合主办的 台北国际跨年音乐会 在圣乐团和合唱团的演出中 有别于迅烂的烟火秀 为岁末年终带来不一样的氛围 由台北湖光基督教会 联合圣乐推广协会 以及多个民间教会的合唱团 师班管弦乐团 举办台北祝福国际跨年音乐会 首度由教会机构联合 举办的跨年活动 12月31号晚上7点到9点 共计超过400人的演出团队 在年中用音乐展望2023年 虽然是下雨 但是那整个气氛 氛围非常好 还蛮震撼的 这么多人在台上这样唱唱歌 跟那个台北市政府 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气氛 我觉得在这边心里 非常得到安静 这一次把这个音乐会 办在两厅院的广场 也在总统府的附近 我们希望在这两厅院的广场 我们能够从台北这个点 能够发出祝福 我觉得教会如果在这时候 能够利用跨年这个时间点 能够对社会带来祝福 是有别于这种流行音乐 或者这种烟火啦 狂欢 在面对2023 面对未来的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带来一种 鼓舞的力量 圣个月带来的平安 就是神给每一个人的祝福 哪怕他不信主 哪怕只是此时 短短的时刻他听见了 我相信在他的生命中 会留下一个印记 从圣诞诗歌 民歌 圣乐到古典乐 语中献唱吸引来往民众 驻足聆听 不到四个月的筹备 九个单位超过350人的合唱团 一起成就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一般想起来 合唱团都是20来岁 30岁 我们的合唱团里面 60岁 70岁的一大堆 退休的人也有一大堆 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 我们就说 我们爱心合唱团一定要参加 听到所有在你前后左右的朋友一起 然后那么多人 大家一起全心地放开声音 这样子来唱 那个感觉是非常令人动容 平常试班最多 大概可能就是六七十个 小者的话可能三十十个 可是四百个人在唱的时候 我自己在里面 我都可以 我都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震撼 数千年来 上帝就感动不同的人 或者作词写曲 或者是唱或者是演奏 来表达对上帝的爱 我们只不过是继承这个传统 希望把它发扬光大 让我们迎向明年 迎向明天 迎向每一个希望的未来 没有绚丽的烟火 用盛乐欢送2022 台北祝福国际跨年音乐会 借由不一样的跨年活动 为2023年带来祝福和新希望 过TV新闻中心台北采访报道 今年的台北祝福国际音乐会 是首次串联教会机构 以跨年为契机 向大众用盛乐分享平安 主办的胡光基督教会 过去也举办过 七届的复活节路跑 胡光基督教会文亮牧师 分享走出户外举办活动的理念 教会如果有机会 能够连结起来 对台湾的社会 有关于所谓文化层面的东西 能够带来一些的影响力 我觉得是重要的 这些年我们常常看到 社会有很多节期的活动 但是不是教会 大家都好像很快乐地 在庆祝这些节期 那教会界的活动 大概就是圣诞节以外 那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些教会 对社会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大概在过去 七年多八年来 我们就推动复活节的 国际的这个路跑活动 那跨年我觉得也是一个 很代表性的时刻 所以我盼望教会 未来我们能够更多 有那种所谓的 对社会文化影响力的这种思维 一种好像是撒种 跟服役御工的工作 能够带出来是对人心的感动 是对人心的安慰 对人心的鼓励 我相信他们会对教会 会对基督的福音 或者对基督的教会 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跟重新的认知 音乐总是贴近人心 除了刚才您看到的 大型合唱团 新闻团队也专访 曾经获得多项合唱大奖的 八角塔合唱团 一群大男孩 不仅用沉纬的嗓音 触动人心 更用合唱记录 台湾教会诗歌的历史 西装笔艇 清一色由男生组成的 八角塔男生合唱团 时而温暖 时而高亢的歌声 不仅在合唱大赛屡获佳基 也曾以第二张专辑 马街的生命诗歌行旅 获得传译金曲奖 最佳宗教音乐专辑 以合唱的方式分享 结合人文 艺术与信仰的诗歌 我个人本身的学术专业是历史学 所以我办了八角塔之后 那我就会希望说 看看我们的歌声 是不是能够结合某一个主题 历史跟人文 然后透过我们的声音 来讲那一个时代的故事 参考1960年代的圣诗 还有马街的日记 从古老的诗歌当中 节录十一首 《马街喜爱的歌曲》 重新诠释 附上歌曲背后的故事 让教会圣歌队 唱马街唱过的歌 也让听众跟着歌曲 踏上马街的生命旅程 时间在往前 推进到1970到1990年代初期 八角塔的第三张专辑 呈现的是民歌时期 那我就回想 我小时候有唱哪一些诗歌 除了在教会的圣诗聚会之外 所以就促成了我 从基督世主当中 去寻找创作的素材 然后来讲1970年代 台湾大学唱校园民歌 那教会里面就唱基督世主 那这个风潮也让吉他 能够走入到教会的服事领域当中 有1964年的圣诗 七八零年代的基督世主 90年代的赞美系列 新歌新歌颂养 2000年之后的金巴赞美 那我就希望说 在那个年代的诗歌 可以透过我们的专辑 重新的再活在一次 在教会的音乐生态里面 而八角塔名字的由来 取自淡江中学的八角塔 中学时期学校的男生四重唱 在宗教节庆中用四部的合唱来服事 走到哪唱到哪的难忘回忆 让郑木群决心重启这份感动 我们淡江校门出去之后 我们就往右走 然后沿着真理街 过了红毛城就走到海边 我们就看着观音山 然后有人带音笛一起音 我们就开始唱歌了 2005年一次校庆后的聚会 这群淡江中学校友们 从然用歌声服侍上帝的意向 开始一间间打电话找教会献师 从一开始的淡江中学校友 长老教会限定 到现在团员来自各教派 各行各业 每周下班后练团 周末跑教会合唱服饰 将大家串联在一起的 是对合唱的热情 最小的还有现在在学 在大学就读的团员 那也有在部队服役的士官长 那我自己本身在中原大学 电子系教书 最享受的事情是 当你听到那个 上帝所赐的那个和声出现的时候 那个感动是很难形容的 合唱不是你一个人唱得好就可以的 所以我是觉得当我们能够一起创造出那个很美的和声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我知道唱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知道在长老会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爱唱歌的一个教派 那相对的在现在敬拜赞美的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很好的敬拜赞美的模式 可是相对的和声的部分 或是崇畅的部分的概念是慢慢的减少 那八角塔一直是以崇畅的方式 所以有四身部 当他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 还有自己本身的特色 而且可以训练他们本身的和声的时候 这样子传承的概念就会一起下去 其实传统的四部和声跟敬拜赞美 它都是敬拜的方法 那只是我们就是希望说 可以让传统的和声 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 让更多人听到原来传统它不是古本 而是我们应该要把传统的东西 诠释得更好 发挥得更好 然后让更多的教会觉得 我可以有好的诗班 我也可以同时有好的敬拜团 唱歌是双倍的祈祷 很多人说你们都教会去做见证 其实我们只是希望能够扮演好 声音跟声音的器皿 透过好的气话 透过好的声音 然后真正在对他们说话的 其实是上帝 音乐结合信仰 八角塔男生合唱团将旧的诗歌 带到现代教会赋予新生命 也用合唱专业展现传统信仰音乐的魅力 相信八角塔合唱团在传统中持续创新 将带给观众朋友新的听觉饗宴 除了锁定GoTV频道之外 也欢迎您在网络上关注Facebook GoTV App Instagram 以及订阅GoTV News YouTube频道 谢谢您收看好消息 国度遥望 上帝私服您和您的家人 我们下周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